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五周末时间 TGI Friday 4月28号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 First Trade第一证券 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为大家 带来到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间找班车 也是美股期间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美的声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美大学的机关刊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么看这边大家已经开始提问了 我们一会儿马上来解答 昨天市场还是比较强势的一天 相对来说 我们看到市场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其实这两周我们一直提到的 就是市场 其实就是在一个健康的回调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回调什么时候结束 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都还不太清晰 当然昨天似乎给了一个 比较清晰的答案 就是回调可能已经结束了 日后周期在区间下延 那这个其实就是大概率 可能会有 这个结束的可能性 结束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四小时 只要这边不超买 可能短期还有空间 然后呢 日线级别 虽然这边已经不再超买了 但是可能还需要走一个圆弧的过渡啊 不排除可能是在高位走个圆弧的过渡 这样再狗再走一截 去到4300或更高的位置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去 接下来去接受的 就是大盘可能会逐渐的走强 或走向更高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毕竟这个市场目前还是短期健康回调的事态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那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 那还是我们不变的一些思路啊 另外从更小的级别去看的话 60分钟已经出现一次超买了 所以呢 大盘是有一定的回落啊 但是这个回落我觉得也是属于健康的啊 感觉60分钟还是想往更高位置走啊 还是要往更高位置走 这个我们看到大盘最近的日元也好 大幅的回落啊 包括还有Vex也好 大幅的回落 从风险指标来看都还是挺不错的啊 都还是不错的 这样我们看这个 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一些内容啊 我们看早上啊 大盘啊 那这边CNN Fair Green Index 依然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情绪啊 那这个情绪依然是支撑的大盘 往更高位置走 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 对吧 啊 不好意思 是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CNN的话呢 这边最近可能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啊 然后同时我们看季节性的规律指向说 4月初到5月 可能这里更多是一个震荡 然后呢 5月初可能会有一个Selling Made的这么一个小回调 所以这个回调是否结束呢 从季节性的规律来说的话 好像似乎又没结束 当然从昨天的感觉来说 好像又结束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需要更多深入的再去探讨 再去观察 那本周的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推动啊 我们看到了更多是一些财报 盘前的话呢 不少科技股的回落 当然这周其实已经涨不少了啊 这不早涨不少的情况下回落一点点 我觉得很正常 某种的财报不做过高期待 这也是很正常 Intel的财报涨了 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 我觉得这周我们其实很多财报的预料 都是基本上准确的 基本上准确的 没有什么太大偏差啊 那这周财报过去了 那下周财报也不远了 下周有苹果 所以苹果的话一会儿 我们会重点提一下 包括其实这边我们这周也提到了 苹果的财报可能会还是会回落为主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大盘可能还是会有些压力 整周大市值公司 其实呢 通告回落的比较明显一些 那今天top gainer的话呢 我们看到大市值公司 里面还是有些top gainer的 Intel在前面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银行啊 什么的在前面 然后全这个涨幅超过5%的 只有5只一个币列以上的 都是市值偏小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涨幅呢 偏大的话呢 这边其实都是一些小盘股为主啊 没有什么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看涨幅榜 跌幅榜的话呢 可能更加的 嗯没有太多的亮点 我们今天早上跌的话 就巴西石油跌了 像这些跌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机会吧 我觉得pinterest也跌了 十个percent非常好的 回调买入啊 snapchat也是 我觉得回调可以考虑的啊 呃那今天 跌的里面有我们喜欢的好几只股票 对吧 我觉得是可以介入了 一个是snapchat 一个是pinterest啊 这两个我都非常喜欢啊 另外我们在看啊 从chart来看 从performance来看 今天没有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然后呢 从整个图来看的话 这周基本上 美元啊 是开始有一些 这种胶着了 对吧 在这个位置100到102之间 非美货币呢 似乎是往下砸啊 因为日本的这边一些央行的事件 从本周开始的 我们也提醒了 另外的国债价格是有很大的反弹 然后国债反弹之后呢 国债利率 是出现了很大的回落 这个是有利于 科技成长股 或者说对我们所看空的地方 是有不利的 我们看空的是什么 高估值的反向指数 高估值的反向指数 像srk啊 taskill啊 这都属于我们看空的这些范畴啊 那这些我们看到最近都有不错的表现 虽然大盘好像还行 但其实这些像srk taskill其实并没有停止他们的上涨 也是市场可能相对来说 反向指数里面比较强势的地方 那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之前思路关键正确的一个地方 好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大家有问题提到说苹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苹果 我们刚刚提到了 从这周开始就提到说 比较关键的点 可能还需要回调到位才可以介入啊 苹果目前我们看到是168啊 其实在这几天呢 也是借着其他的财报 一起往上走了一点点 往上走一点点 这里 然后同时呢我们看到 当然苹果离前高 也就很近了 越来越近了 前高在176啊 也就是在22年当时达到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能不能再次的触及呢 我觉得有可能 在财报前后 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受阻 完全有可能 然后回踩这个位置 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想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想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回踩那就好玩了 那就好玩了 回踩之后可能才会更好的突破的机会啊 踩稳了才可以 所以下周财报的话 苹果其实并不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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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看好 SRK SRK我们如果简单的加上一些价量分析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SRK 就我觉得无论怎么分析的话 都是可以加入一些 价量分析 技术分析 进入辅助的啊 那大家这里其实很简单 来到任何一个平台啊 都可以免费的 也可以付费的 也可以 只要是有这个简单的成交量 加价格的变化 就可以了 那就把这个成交量加上去之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 最近的成交量是相对来说较小的 我把这个volume加进去 需要点时间loading进去啊 确实需要点时间load 大家把这个成交量加进去 就发现 这个成交量相对较小 然后之前放了很大量的地方 是在3月13号放了很大量 3月13号放很大量之后是跌下来了 然后但是这边跌下来之后 并没有说马上 为侧前低 而出现不断抬高 甚至可能要向上拱的这么一个 一个动作啊 如果能站上46 站上47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如果能站得上的话 如果能站上的话 站不上的话呢 可能这边更多是会有回落 小心一点啊 我觉得小心一点点啊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SRK还是应该坚定不移的持有 如果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成本的话 当然这个位置的话就不要去追高了啊 我们今天说过逢低吸纳逢低吸纳 并不是叫大家去 现在这个位置是最高的 那再回到区间下言 可以介入啊 要不等下8块钱 或是这里买也可以 然后就没问题 先买一点 等 等这个 如果说继续回调的话 可以再考虑加仓啊 当然目前是不要加仓 只可以有底仓 Pinterest的话 区间下言也是可以介入的啊 是可以介入 大盘多少可以慢慢接大盘 大盘其实之前我们说过标普摆的话呢 其实每隔50个点 似乎好像都有很强的支撑 我们看到这边从4200不到跌下来 可能就100个点啊 然后很快先拉回去 我觉得很快这个拉回去 这个动作确实好像有点 不太 怎么说呢 可以是牛的动作 也可以是一个很熊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觉得有待观察 但是我总体的判断还是不 还是不变的 就是健康回调 那现在健康回调的话 更多是阴跌反弹 阴跌反弹 这么一个状态 更多是这么一个阴跌反弹 阴跌反弹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谷歌似乎跌不动 谷歌确实没有什么太大估值上的问题 所以谷歌不跌也很正常 我觉得谷歌不跌也很正常 当然谷歌 有没有机会的话呢 也不好说 似乎也没看到什么特别好的一些机会 Cloudfair 我们看Cloudfair的话呢 今天的回调 Cloudfair我们说过是估值偏高 所以估值偏高的股票是不能介入 不能介入 估值偏高的股票是不能介入的 而且就算跌了 也可能还是偏高 也可能还是偏高 既然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回来看看这个跌幅榜 我觉得今天跌幅榜 还是有非常多的对象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想法的 最近其实市场 我们看到相对来说是不断出现抬高的低点 那很多股票其实可以捞的 那今天可以捞的话 就巴西石油 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还有些Nex的话 这个可能要谨慎 因为估值还是偏高 对吧 估值还是偏高 我们可以看看P值 那Pinterest还有Snapchat是可以的 然后AXY跟Docuse 这个不知道 AXX AYX 估值也是偏高 对吧 好多其实估值都偏高 今天我们看跌幅榜里面 开完之后 依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还是两页的跌幅榜 还是两页的跌幅榜 跌的多的 按市值排列在前的 可能就这些可以关注 Nex估值是偏高的 所以是不易去进行抄底的 所以这些其实从估值上的 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都是偏向于看空 对吧 偏向于看空 那这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的 另外的话 本周财报也过去了 没有什么后续值得讲的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随时提出 这个我们再留下来 看看大家的问题 有些人问到老报被骗了 老报被骗了 会改政策 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 这个最近没有太跟踪他的新闻吧 对 没有太留意 老报怎么被骗了 会改政策吗 其实改不改政策 大家其实很明显 看看美元就知道了 对吧 美元没什么大动静 那自然就不会有什么 他的变化 然后看国债利率有什么变化 另外就看这个 5分月Future有什么变化 就可以了 就完事了 是吧 我们看时间国债利率 今天是有所回落 但还是在一个区间的下沿的位置 还是在一个区间下沿支撑的位置 对 好 这边大家看有没有后续的问题更新 我们看大盘这边今天又开了 我觉得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力 还是在区间下沿 在支撑 起到这么一个强大的作用 这里 然后呢导致大盘这边是跌不动的 然后大盘似乎还是挺强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对吧 然后另外四小时这边只要不超买 目前还是没有超买 所以可能还是有大方向的向上 这个要小心 这个要小心 对了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一个点 是吧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讲那么多 这边如果没有后续的问题的话 就先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 顺利的交易日 那小达就更多信息 可以拨到福西的客户专线 电子微信 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福西沿河985 服务环30多年 真正意义的免购商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时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 但是呢下周一 我们不见不散 是吧 好 感谢大家 until next time chillgun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